大家好,欢迎大家观看数据研究为您呈现的水源视频 这个视频主要给大家分享或者说讲的内容是 为什么 酒吧里面 餐厅里面你抽到的那个味儿 你买回去在家怎么抽不出来 为什么 就说为什么酒吧夜场的 会比 你自己在家做的 要差 应该说为什么酒吧的会好比你的好 当然大部分情况下很多酒吧其实没有你好 就是看我视频的很多客户其实他们是 很专业的 论坛也看了 然后视频也看了 又抽了那多年经验非常丰富 这些老的粉丝我们忽略的 就是新的客户 你可能会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 你买了一套水源壶用了最贵的 价格买了mig最好的或者misc这些 就是 已经是顶配了 炭锅烟瓦全都是顶配 为什么体验还是没有酒吧那种感觉好呢 为什么 今天就主要说这个 我们上一个视频 由于没有这种强烈的主题意思 所以呢 看了视频以后有一些客户会认为 宿哥你的意思是 陶瓷最好了是吧 其他都不要买了 其他我都不用了 我真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只是为了告诉大家 这个知识点 控制温度的这个知识点 为什么陶瓷硅胶金属 它的特点和 散热性这些温度啊 这种上下浮动是不一样的 但是 我并没有强烈的说明 陶瓷 唯有陶瓷可以其他都是垃圾 我从来没说过这句话 我的意思只是告诉大家 这个问题就是温度的问题 那我这个视频给大家讲的内容呢 就是我刚说的 为什么 因为 你在每个酒吧 每个同学 你每去各个地方去看 可能都不一样 可能有一些酒吧 他用硅胶的 有一些酒吧 他用陶瓷的 有一些酒吧 他可能用最原始的 最原始的这种 但是 搞不好他这种 比你用进口的烟瓦做的还好 为什么 这个最重要 我先抽一口 我抽的是这个 还是这个 我上一个视频 我抽完 我习惯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水盐抽完以后是这样子的 就是 我抽完视频录完 大概十几二十分钟 或者二三十分钟 我抽完以后 我就把炭给拿走了 因为我下次还可以再抽 我不做视频的时候还能再抽 我甚至刚刚这一锅里面 我用了三四天前 没有烧透的 就是他干干的 但是他没有烧焦 就是没有很硬那种 其实都还能抽 其实都还能抽 我更感觉还能抽 当你有钱的话 那忽略掉我这个 当然是用最新的最好的 味道肯定是更好 更浓烈的 我这种用过的二手的 肯定是 但很多 好 我们说回正题 首先我们 有一个1234的这种分类 来告诉大家 为什么 他们 你感觉他们做得比你好 因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经验 什么经验呢 这就是最核心的 他知道 这个烟碗 应该加多少碳 预热多久 然后什么时候 应该给你换碳 或者调整 他都知道 或者说他心里有这个顺 有一把秤 他知道怎么样去运作这个东西 那么他就可以让你 时刻 经常 长时间保持 很好的体验 所以你就会觉得 不错 非常好 那 那这里有个问题 就是你自己在家抽 肯定是这种情况 就是 有那么一点 或者说有那么一段时间 非常好 但是过了以后 就非常垃圾的 就感觉 跟一开始不一样 你就控制不了了 你就不知道怎么控制了 然后再去调节 可能就不行了 或者说 回不到当初那个 最佳人的状态 但是你抽多了 你可能就找到敲门了 你就知道 放几块碳 碳 是不是应该可以上下放 如果大家 这个是 克劳克 有个克劳克比这个小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宣传视频 或者说国外的一些 他们喜欢放25的 看这里 这里放一个 这里放一个 上面再架一个 就这些都是经验 包括呢 他们看过也不放这里 他盖子能打开 或者关一半 这些都是经验 这些经验呢 是需要大家自己 去 去测试 去尝试的 这第1点 第1点其实还有很多内容 我等一下再再慢慢重复 第2点呢 就是 环境 就是大家都在抽烟 这个环境下 就人的注意力啊 或者说四周的环境啊 会跟你一个人在家 或者跟朋友几个人在家 状态是不一样的 然后就会导致不一样 另外呢 第3点呢 就是 大家设备 应该是不同的 你可以这么理解吧 老火亮汤 就是你自己在家烧 我以前 我以前小时候 一直都在广东 广东呢 我们以前很喜欢吃 叫什么 萝卜仔 萝卜仔仔 就是 下课了 放学了 在门口会有很多那种 有汤 有萝卜 然后有牛杂 就吃这些 就是有几家 牛杂 非常的好吃 然后后来我们了解了很多 就是它的汤底是不换的 就是重复的重复的用 就好像是教股吧 这些人可能是这样子 就是 就它那个汤啊 非常的醇厚 然后呢 那个内锅 感觉它里面的什么东西都很好吃 我们那时候穷 就一块钱买个萝卜 萝卜 就吃萝卜 而且经常让阿姨都加点汤 因为汤真的很好喝 然后其他店的呢 就不行 就感觉很干很澀 没有什么 就好像新鲜做的 不像它这种非常的醇 就这样的感觉 就是 你酒吧那里面 他们这个火 这个烟管 这个烟头 老火亮汤 懂啊 就一直都抽这个味 它就非常的醇 即使你烟糕不佳 它也能抽出烟 而且还不错 好了那我说了这些 如何帮助大家 去 在自己 在家的时候 有更好的体验呢 就是需要探索 你需要去探索 你需要去实践 就 你真的把抽烟当做事情来做的时候 你就会去想 计划干嘛 什么时候干嘛 对吧 有什么AB测 AB 单因子变量法 AB 这个 就是 AB实验啊 这些 就你会去搞这些东西 然后你慢慢肯定 就会成为一个牛逼的 水烟这方面的 达人 至少让自己的体验是过硬的 那 其实我这视频讲的那种非常简单 就 其实就是刚刚说的那三点 那有一些是我们改变不了 对吧 那你老火亮汤 你怎么改变的 你自己 你自己家人就一两个胡 你怎么老火亮汤 你也是可以 但这层面有点大 那我们做自己 力所能及的 最重要的是 你买任何一个烟碗 其实都可以让你的体验到最佳 但有一些烟碗比较难 有些人比较简单 然后操作的时候呢 步骤都是不太一样 而我们实际上是卖货的 我们不会经常的冲 你知道吗 我们没有办法给你非常非常专业的 标准化的格式来告诉你这个东西 预热几秒 预热多少分钟 然后 可以冲多久 然后要怎么样 没办法做的 没办法做的 这个需要你自己去感受 去测试 去实践 所以我们的论坛 其实非常重要和 欢迎大家去分享这些 包括你发一些铁区实践 去告诉大家 我是怎么在用的 我发现一个新的方法 其实你的分享 是你的知识 但是对于其他的 新手来说 你能帮助到他们 少走弯路 同时呢 他们也能测试 你这种办法 好不好 然后如果他愿意跟你分享 那大家就成 网友变成烟友 其实关系更近 你不让自己 我们这种孤单 这个为钱奔波的生活中 多一点新的乐趣 是吧 这个地方 录视频 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 就是 不知道 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 这个很麻烦 到时候可能要减轻一些 或者加速一下 不然的话会很尴尬 你看 你看这个出烟量 哇真的是 完美 完美 然后这个烟盗真的是 非常不错 我用了几天钱 抽过的 很干的放在上面 然后湿湿的放在下面 我都没有用过新的 为什么这么节律 我想送一点给你们 你们知道吧 我多好啊 所以 不要钱 别说我需要 我真的是不要钱 送你个运费 你将你其他东西包留了 就一起给你顺带带走了 我啥也不说 而且我要花时间跟你沟通 哎呀送多少发什么地址 发送不还是 还是普通快递 对不对 非常不错 好 今天这视频的内容 其实比较简单 就是 为什么酒吧你抽的东西呢 跟你自己在家做的不一样 这里是有很多很多 成分在这里了 另外一个细节呢 就是 最后要说的就是 如果你是酒麻烦的夜场 你想让自己的体验 让人家离不开你 应该怎么做呢 就是你得自己花时间去经历 经历去测试啊 去研究啊 或者招聘一个水淹 我其实很希望把我们水淹界 都帮出口了 水淹界可以有一个什么 职业自隔证啊 这种专业培训 一条水淹流水线 所有的知识 识操 全部都有啊 这样就变得标准化了 就就非常好啊 但是暂时好像是没有 这我想这个梦想啊 理想理想 这不能算梦想 未来肯定会有的啊 拜拜 吸烟有害生理健康吧 感谢大家观看